民术纪第十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用银子做两只号 要锤出来的 可以用来召集会众 也可以叫会众拔银起行 吹号的时候 全体会众都要到你那里 聚集在会幕的门口 如果单吹一只 众领袖 就是以色列的组长 都要到你那里聚集 你们吹大声的时候 那在东边的营都要起行 你们第二次吹大声的时候 那在南边的营都要起行 他们要起行必须吹大声 但召集会众的时候 你们要吹号 却不要吹大声 亚伦的子孙做祭司的 要做吹号的 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 永远的条例 你们在本地 与欺压你们的仇敌作战的时候 就要吹大声 使你们在耶和华 你们的神面前 得蒙纪念 也得拯救 脱离你们的仇敌 此外 在你们快乐的日子 和指定的节旗 以及月术 你们献凡祭和平安祭的时候 也要吹号 这都要在你们的神面前 替你们作为纪念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第二年2月20日 云彩从法柜的账目收上去的时候 以色列人就从西奈旷野 按战 起行 云彩在巴兰旷野停住了 这是他们第一次 照着耶和华 借摩西 吩咐他们的启程 犹大营的旗号 按着他们的队伍 首先起行 统领队伍的 是亚米拿达的儿子 拿顺 统领以撒加支派队伍的 是苏亚的儿子 拿坦叶 统领西布伦支派队伍的 是西伦的儿子 以利亚 账目拆下来以后 格顺的子孙 和米拉利的子孙 就抬着账目起行 刘本营的旗号 按着他们的队伍起行 统领队伍的是 士丢尔的儿子 以利宿 统领西缅支派的 是苏利沙代的儿子 士露灭 统领迦德支派队伍的 是丢尔的儿子 以利亚萨 哥侠人抬着圣物起行 他们到达之前 人已经把账目树立起来 以法联营的旗号 按着他们的队伍起行 统领队伍的是 雅米呼的儿子 以利沙玛 统领马拿西支派队伍的 是彼大肃的儿子 加玛列 统领变雅米支派队伍的 是基多尼的儿子 亚比旦 旦营的旗号 做重营的后队 按着他们的队伍起行 统领队伍的是 雅米沙代的儿子 亚西乙谢 统领亚舍支派队伍的 是厄兰的儿子帕杰 统领拿佛塔利支派队伍的 是以南的儿子 亚西拉 这是以色列人起行的时候 按着他们的队伍起行的次序 摩西对自己的岳父 米甸人 刘尔的儿子 何巴说 我们要起行到 耶和华应许的地方去 他曾说 我要把那地赐给你们 现在 求你与我们同去 我们必善待你 因为耶和华对以色列 已经应许福乐 何巴对摩西说 我不去 我要归回我本地 本族那里去 摩西说 求你不要离开我们 因为你知道 我们应怎样在旷野安营 你可以做我们的眼目 如果你与我们同去 将来耶和华用什么好处带我们 我们也必用什么好处带你 以色列人从耶和华的山起行 行了三天的路程 耶和华的约贵在他们前面行了三天的路程 为他们寻找安息的地方 他们拔营起行的时候 日间总有耶和华的云彩在他们上头 约贵起行的时候 摩西就说 耶和华啊 求你起来 愿你的仇敌四散 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 约贵停住的时候 他就说 耶和华啊 求你归来 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 Att看 出来 收尾 営 道 眼 加入 那么 切 toes 内